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藏拉撒成交 一座智能物流仓储中心内 超过8000种商品正在中转 工作人员正根据物流订单 分检打包各种商品 下午三点 这些商品将被装上货车 发往西藏七个地市 七十四个县 王磊是一家物流企业 在西藏地区的技术负责人 他和同事们最近非常忙碌 杨经理 大厨不是快到了吗 就咱们自治区的这些快销品 今天一共地狼区有多少单 电商购物节到了 今年的商品订单量 相较往年增长了40% 我看一下这款粽子的生产日期 二项粽子 荔枝等一些时令商品 商品订单量相较往年 增长超过了百分之百 随着西藏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西藏快递业务量从2012年开始 年均增长20% 王磊预计 今年仓库的商品销量 会比去年增长35% 但是随着订单量的快速增加 物流仓库却面临着爆仓的风险 爆仓就是因为商品订单量的突然暴增 让物流系统无法快速处理海量订单 因此导致了商品击压在仓库 无法及时配送到客户手中 在10年以前或者说12年13年 每到行业内叫大促 就是618双11 基本上都会发生爆仓的行为 就是您的快递对吧 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你去查 它还在某个分检中心 我来看一下 咱们今天到目前为止分检了多少单 目前的话我们出库的话 大概有3000多单 王磊最担心的就是拉萨物流仓储中心 处理订单的能力 拉萨仓每天平均处理订单量是4000单 但是电商购物节当天 仓库接到的订单量就超过了2万单 远远超过了仓库处理的能力 王磊和同事们该如何应对商品订单 日用百货 日用百货 食品等不同品类的商品 这些商品储存在仓库不同区域的上千个货架当中 过去人工找货 工作人员需要步行到商品所在的货架位置 将商品一一找出 工作量急剧增加 出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日均分检在人工手段的时候 日均分检是4000多单 这4000多件从入库到上货架到出库 全是人工 它有可能找错 它有可能放错 它有可能从两件变成三件 也可能从三件变成两件 这都是人工作业的 要去面临的一些避免不了的差错率 怎么样才能提高分检的效率 缩短物流商品 在仓库中流通的时间呢 针对找货 分检等物流环节 物流工程师们研发了一系列创新技术 和创新装备 帮助甚至替代人工进行作业 这种奇特的眼镜 叫做智能拣选眼镜 它采用的是AR增强现实的技术 按照现实中货架和商品摆放的位置 通过一系列算法构建起了一个仿真的仓储空间 由于商品信息和货架的位置 已经输入到数据处理系统当中 因此工作人员只要戴上眼镜 订单上的商品就能指引工作人员快速找到相应的货架 完成减货的工作 相较于工作人员推着推车找货 用AR智能拣选眼镜提高了找货的效率 但是这种方式依然需要工作人员到商品所在的货架前找货 是否还有更为便捷高效的技术 能够帮助工作人员提高找货的效率呢 它的名字叫做D狼 是一种智能物流机器人 它可以拖起货架运送到减货员的工作岗位 由减货员按照订单上的信息将商品拣选出来 但是仓库中有数百座货架 D狼是如何找到订单商品所在货架的呢 实际上D狼机器人的工作 依靠一套强大的智能运算系统 为一种商品位于货架的位置 货架位于存储区域的位置等信息 都被存储在运算系统当中 当减选员点击客户订单后 运算系统会把订单上多个商品的信息 分配给数台D狼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会分别找到订单所在货架 然后将货架运输到减选员工作台 供减选员挑选商品 大大提高了减货的效率 以前可能整个2000平的区域 我需要人去找货 这个过程以前我需要10分钟 那么现在货找人 我只需要3分钟 这样从时间成本的优化上 就至少节省了70%多的时间 再从它的分减的效率来看 那么以前这么一大片区域 我用40多名员工 现在用这套系统 我只用七八个人 综合时间成本和人员投入的成本 D狼机器人的使用 让拉萨仓储物流中心的减货效率 提升了6倍 在智能机器人的帮助下 减货员快速将拣选出来的商品 送到打包台打包 一个个物流包裹 被送上传送带 去往下一站 下一站是包裹出库区 所有的包裹通过传送带 送到这里 工作人员会将发往 不同地区的包裹 进行分装打包 为了提高包裹出库的效率 拉萨仓储物流中心 针对小件商品 专门开设了一条 商品自动传送线 这里只需要一名工作人员 就可以完成工作 智慧物流 智能仓储 是未来物流行业发展的方向 把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 以及人工智能 等各种创新技术的应用 大幅度提升了 物流运作效率 为百姓生活 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服务 下一步 王磊和同事们希望 能够在拉萨物流仓储中心 设置更多的智能物流系统和设备 进一步提高商品订单处理的效率 让拉萨仓成为名副其实的 智能物流仓储中心 它是用一系列的智能化的技术 这里面有软件的技术 有算法的技术 有装备的技术 有无人化的技术 仓的吞吐量提升了 老百姓对于购物体验的便捷度 它的满足感提升了 所以会刺激它 或者说会激发它 依然会选择这个渠道 去继续购物 你这儿我看也搬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这车是去日喀泽 对 日喀泽的 开车一定要注意 火车满载商品 穿过雪山 洞土 草原 森林 跨越海拔 600到5000多米的高原 在西藏大部分地区 实现了荡日达 次日达 让西藏人民 享受到和内地一样便捷的 网购体验 越来越多来自内地的商品 得以便捷通达地进入西藏 并改变着西藏百姓的生活 而如何让西藏本地的商品走出高原 也是王磊和同事们所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罗卡 上货呢 我先看一下单子 你上货 然而 王磊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由西藏销往内地的商品 无论从种类还是数量 都远低于运进高原的物流商品 从物流来说 它会非常不成比例 进自治区的量会非常大 但是出自治区的量非常少 王磊和同事们 如何通过物流技术 帮助西藏本地商品销售出去呢 创新建行时 稍后继续 物流运输 是靠在不同地区之间运送商品来赚取利润 如果一个地区 运入和运出的商品量悬殊 会增加物流运营的成本 我把货送到某一地 我还能把相应的货再拉出来 我这个司机往返都是可以去挣到 拉货的费用 我都是有收入的 那么往西藏送东西 无论是干支线 只有送下去的物资 没有拉回来的物资 它的成本就会比内地要高一倍 而这是西藏物流 一直以来所面临的问题 包括王磊所在企业在内的很多物流公司 为了保证西藏自治区的物流运输 投入了巨大的运营成本 但收益却很少 甚至出现亏损 王磊和同事们如何能够改善并解决 西藏物流目前面临的这一难题呢 在西藏物流仓储中心的一个区域里 摆放着各种西藏本地的农特产品 这让王磊对西藏这片土地 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这款茶 它来自自治区波密县 也是全国海拔最高的一个茶厂 其实在我来西藏之前 包括我们内地的很多消费者 应该和我一样 我们都不知道西藏它是产茶的 而且还能产绿茶 西藏 和古智全社 它的用辨ify 里面应该产品 这样是 所以 银غ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其实我们所做的工作 在前期消费品下行 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 未来也是逐渐在聚焦 西藏的特色农产品如何上行 就说白了如何更好卖 卖得更好 这个方向上去转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落地成果 那么包括下一步 围绕着这些特色农产品 我们要做什么 物流科技还能做什么 哪些有了比较好的起步 哪些还存在一些重大困难 为了挑选出西藏自治区 有潜力的农特产品 王磊和同事们 走遍了西藏七个地势 通过实地调研 绘制出一张西藏风物地图 陆续发掘出牦牛肉 天麻 茶叶 松茸等30多种 优质农特产品 但是西藏团队经过调查却发现 这些农特产品虽然品质好 却都存在着较好不较做的情况 王磊和同事们如何提升这些农特产品的影响力 优质优价地将西藏本地产品销售出去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王磊和同事们挑选出一批 西藏优质农特产品 准备销售到内地 提升西藏农特产品的影响力 但是王磊却发现 西藏许多本地优质商品 面临着较好不较做的难题 有的西藏商品甚至走不出产地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西藏本地优质商品 面临销售难的困境呢 经过调研 王磊发现 西藏的很多农特商品 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宣传 因此缺乏品牌影响力 甚至出现了被其他地区的同类商品 仿冒的现象 这导致许多内地消费者 对西藏商品并不了解 从而影响到了商品的销售 他也在各大平台去卖 但是就是找一些店铺来入住 然后至于销量我也不去管 我也不去思考 如何去打造我自己的店铺 可能就是整个的营销手段 其实是跟现在的营销理念脱节的 王磊和同事是否能够解决 西藏部分商品 品牌影响力不足 销售不畅的难题呢 创新进行时 我在高原做物流 下集继续讲述